生命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当有一个所谓救世主的时候 他希望立即解决 而且他希望躲在那个地方 几乎外面都解决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因为救赎 这个救赎从西林医救赎之后 我完全超越了这样子的不确定感 就超越了 经济上的 生命的 还有各级与国家大我关系的 通通被我超越了 多少人就乐意这样完全投入 他不认为被骗 他认为那是我生命安顿的内容 诸位 如果你懂得这样 你就知道 这个社会要怎么治他的病 首先第一 你要知道 社会目前这个状态 是台湾人的共业 我们真的是一群移民来的人 从来自于各个地方 也来自于不一样的思想 也被各种经济环境跟经济手段 在台湾运作着 对不对 我们其实走的是极端 个人伸张 个人价值与欲望的所谓资分主义 那台湾也试着从资分主义当中 走向一个所谓照顾人民的少分社会主义 比如说健保 比如说国民年金 这就是用国家想要来照顾人民 他在努力当中 真的 台湾也有在努力 这个不是哪个政党 有攻击而已 都有攻击 可是抵不上什么 抵不到中边 他的经济爆炸性的成长 之后一比较之后台湾产生了恐惧 这种恐惧普遍存在社会当中 然后这种失根的状态 就更加的加强 这就是事物观察到 一个社会上为什么缺乏 圣性理想 为什么缺乏 一种侵略世界 侵略世间的这样子的一个 永恨的英雄人物 能够在台湾这个世界上出现 这个社会上出现 产生不了 因为社会的经济 大环境 还有政治的环境 产生不了 这也就看出来 在表层上中能解决问题的人 就显得非常的男人可贵 比如说我们的柯先生 他在以一个非政党的人 他进来到这个政治的环境当中 他做了一些事情 开始就被社会上所认知 并且被敬仰 就是因为他不去谈太高远了 他就以现前他知道的政治事情 或者是一个经济事情 以他一个市场的方式去解决 他被期待着 不要忘记 以事务来观察 这是一种翻转的机会 我不谈政治 我也不谈蓝绿 我说类似这样子的解决 如果形成了风气的话 也形成了标杆的话 今后谁再来做 都要拿它做标杆 那这就是机会 但这个机会 仍然不能够究竟的解决 超越台湾这个环境 内心里头的安不安稳 以及台湾人到底有没有一个 生命中广大的 应该说广大的理想 而这对这个理想 它有一个明确的策略 就可以面对 这个明确的策略是包括 自己的心灵安顿 以及面对自己的业力的不确定性 它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它面对的方法 当它面对到痛苦的时候 台湾的社会的每一个人 是不是能够在甘之如頤的 这种前提之下 都有方法可以面对 这是当务之急 为什么 那不是政治人不能够帮我忙的 他能做的 尽可能能做的 是公众事务 可是你个人的失误呢 你面对的那个不可抗拒 而模糊的 好像依稀存在的那个业力 内涵 它到底怎么会要发爆在我身上 而我不确定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个甘之如頤的 面对方案 然后呢 我不但能面对 而且我能够穿越这业力的屏障 一直往前而去 这是假的 诸位 以佛教的观念来说 业力是不可能没有的 不然你怎么来投胎 你就靠业力来投胎了 卡玛这个观念 在印度早期 佛教非 世尊还没出世的时候 就有卡玛这个观念 业这个观念 它在解释了 人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过去所造的 深口意的一切善恶行为 包括你的意念的想法 都形成了对未来的一种推动力 本来业力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因果推动力的描述 叫做业 但渐渐的也被 非佛教的外道所用的时候 他开始把超越你之外的神 也加入了业力里头去了 你听懂意思吗 加入业力里头 比如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个梵天王的天王 他也是创造主 在印度也是创造主 那这个创造主呢 他施予因为你 透过对他的信誓跟崇拜 他就给予你什么 给予你新的业力的结构 给予你 因此对他的崇拜跟敬仰跟付出 就改变了业力 这样听懂意思吗 那这是一种类对价的关系 后来在印度也发生了这样 那佛陀当年就是改革了这个想法 他说这不是不可能 可是都来自于你念念心 不是来自于神的垂怜 听懂意思吗 这个时候就把不确定的那种 那种对神的景仰 然后获取他的垂怜 形成业力的改变 就转变成为一切业力的转变 都要握住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这就是佛教在人类的心灵历史发展当中 一个最伟大的发现 这个发现他并不是创造 那是佛陀的发现 那么这样子呢 开始就又再把业力 当然那也不是佛陀所创造的 业力的三四因果观念 在佛陀之前就已经有了 可是这里头太多的神 创造神的观念加进来 使得业力就变成了什么 在印度早期他就变成了 变成说你的业还要牵涉到 你是什么样子的族群 你天生是被上帝作为最优人 人种所出生的 叫祭祀阶族 第二阶级叫管理阶层 第三阶级叫市农工商阶层 第四阶层叫做中最低下的底层阶层 这是创造组把你命定的 听懂吗 那因此你不会改变 在这个之下 这个前提是你改变不了的 那今后在这个前提之内 你运行你的业力呢 是在你 你的创造组所给你的这个基本 四大族性之内表现的 换句话说 你可以在你的族性之内表现得好一点 但你不可能跳过来从下族性往上跳 你也不用担心 你也不可能从上一个族性往下跳 也不会 那当然不是这样 佛陀对业的看法已经更加超越了 他认为业绝对不基本天生的限定 你本来是什么 注意 这就把业的宿命观 跟业的所谓机械性论 就打破了 什么叫业的机械性论 杀人则死 杀人一定要死 或者你打他一拳 非得还他一拳 你的业才结束 不是 当然不是这样 怎么讲 这叫做机械性的业力论 或者就是 那还有一种叫命定式的业力论 这两种业力论都不是佛教讲的业 但是这在 这在 印度早期的一神教里头 其实是很有的 那么在西方 以西方的神作为基础的 一神教里头 有没有这种业力论 他没有这种名称 不过其他隐藏着这样的观念 隐藏这样的观念 比如说 原罪 就是这个观念 人类的原罪就是他的业力 受限了 所以人类对于在神面前 只有什么 只有崇拜 只有谦卑 只有 取得神的 我们说 我们的话讲叫保佑 应该说 是神的加冕之后 你的原罪才有可能穿透 有没有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业的观念 因为你有原罪就是业 再来第二 你就是被创造的 这个被创造本身就是业 懂吗 因为你是被我创造 你怎么可能去讨论神的意思呢 这样懂的意思吗 所以曾经跟我的双方拉弟弟谈到说 佛陀有怎么样子的见解 他也很努力听 听完他说 我真是太好了 我说怎么样 觉得你觉得佛教怎么样 他说让我更感谢神 为什么 因为神能创造你们佛陀 所以一切佛陀的荣耀 通通来荣耀神 所以你在这就是一个密定性业力 有没有 你永远就在上帝创造之下 你以佛陀所有的伟大 通通拿来怎么样 作为彰显上帝的 不可思议神力而用的 而存在的 你懂吗 那当然对我们佛教徒来说 没关系啊 如果这样让他欢喜也好 是这样子的 这个倒是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就是看了 这就是一种密定性业力观 就是说这个业力 业在怎么说 有一个根本命定不动 懂吗 那一般的哲学 思维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 机械性业力观 也就是所谓的 杀人者死 一定没有别的方法 其实佛陀都不是这个意思 佛陀都不是 佛陀的意思是 一切的业力 也是基于无常缘起所建立的 这个无常缘起的根本界 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缘起故无常 所以说 它怎么可能 机械性的反应呢 杀人一定则死吗 无常啊 不一定啊 那不一定又怎么来 那看 你杀人之后 你用了什么态度 面对杀人的事 比如说 我恨恨恨恨恨恨恨的情况 去杀人 但今天有幸 你听到师父这么一说 你实在是有点忏悔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结果我现在告诉你 有方法 比如说 我做个比喻 这个比喻前提 我在其他演讲的我讲过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比喻法 比如说我现在 有一颗盐这么大 这么大力 那么这么一大力的话 我就想吃下去 我应该怎么吃 这么大力的盐 面积就这么大 你怎么吃 这么大力 可是没关系啊 我把它用水倒进去 然后我一直把它稀释 稀释之后你慢慢喝 终究全喝下去了 这颗盐呢 终究还是被你吃下去了 有没有 可是呢 对不起 哪一种你吃得下 一定是后者你吃得下 你还是把它吃了 可是吃的方法 过程 感受 完全不同 对不对 是的 你是杀人啊 可是你如果放上了 忏悔的水 这个时候你面对的果报 相对就好受多了 了解意思吗 好 那 如果你一点都不忏悔 对不起 阿联河森森这块研发 什么东西都没增加 也没减少 那你就得吃下去 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杀人则死 这样懂吗 所以 它不机械性反应 这样了解吗 好 第二 第二个是什么 这是所谓的业力的发生 业力的发生 它不但是非这样子的死板 它还展现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还跟你个人内在为这件事情的努力 跟你后来的生命强弱有关 比如说 你想你欠加一百万 你欠加一百万 可是你终究要还 但是你现在收入一个月三万 还要房租 还要吃你小孩奶粉钱 你看你怎么还 可以啊 一个月还三千 看你要还一百年 还完 等你还的那个债主 也实在是真的是太痛苦 而你这个还的人也真的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一个月月入三十万 那你要还他这一百万 应该相对 既快又容易 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内在心灵的修为 内在降伏自己 当年造恶的恋恋心 被你越来越降伏了的时候 你同样在聊那个夜 听不懂意思吗 然而你的心情 主观的心情跟感受 还有还的过程当中 彼此的那个关系 其实是非常OK的 非常顺畅 这样你听懂的意思吗 这种表现成为生命的样态是什么 是这样 比如说夫妻 夫妻在业力的关系当中 一定是无缘不来无在不逃 所以有善与因缘 也一定有恩怨因缘 夫妻的关系大部分有恩 有怨 因为爱的满足不满足 就会让两个亲近的人产生怨 而这个愿 其实最终隐藏的一个 对彼此之间的渴望 而这个渴望 它很难再一试一声就被满足 所以它就变成你心中的一种追寻 跟不满足的推动业力 而这种推动的业力 使得你又会众里寻他千百度 为什么 因为再来玩一把 懂的意思吗 上次你欠的 我也有欠你 你也有欠我 咱们再来赌一把 看看能不能彼此还光 但事实上是不太可能 因为每一把赌法当中 一定有又你欠他的 而又有他欠你的 他永远在那里欠跟还 还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很爽 什么叫又还 他跟你讲 亲爱的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听到我 有点爽 我不要再听了一把 这就又种下了 想要再听他说 这个渴望 对不对 再来 他为什么对我这种态度这么冷 我一定要弄清楚 他对我到底什么看法 你还要再去找回答案 因为不找回答案 就否定了自己被爱的价值 当这两个正向力跟负向力在纠葛的时候 你自然在未来的投胎状态当中 又会鼻子吸引 鼻子再来赌一把 为什么 因为赌惯了 你懂吗 鼻子先赌惯了 除牌收牌都习惯了 这个时候会觉得 你会注意到 为什么会有年轻人会谈恋爱 就带的会儿 有 我哪有这么多 你讲的就是我心的 你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 你敢的也是我敢的 以前两个人常常在堵这个东西 你都会儿 听懂意思吗 这个时候我们的解读他叫做 哦 他就是我的天命 他就是我的Mr.Rock 那个东西就出现 所以业力是这样造感来的 懂吗 意思是累积的那种渴望感 这样在造感 那这种累积一定是重重叠叠的堆叠在那里 这怎么 这叫做引爆还是不引爆呢 当然 遇上了天雷沟地火 你可以说他有点引爆的感觉 但是他绝对是有机会改变的 你听懂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堆叠出来的 你看那两人的爱恋感 那也不是突然间火热到一切啊 他也不是的 他一直试探的过程当中 一直释放着彼此的可能 跟彼此的爱然感 然后他也一直回应给你 然后越来越回应就越来越坚弓 越来越增强 所以你说哪个时间叫引爆呢 勉强要说是重新又找到的那一刹那 叫做引爆而已 再懂意思吗 之后呢 之后主要是又把上一辈子的堆叠 继续来进行而已 那堆叠的样貌稍微有不同 就这样 所以他不是机械性的 他是一再地被你的无名 跟内在的自我渴望 在不同的时空阶段当中 延续着上一辈子的 那样子的贪然过程 而继续再往下延 他其实很难说 有突然间的大改变 很难的 但是当然也有 比如说你这辈子 也不太可能是爱一个人 他说爱人就有爱人就有爱人 欺负很多人你听我 对方也怎样 喘变变变要抓你了 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了一个婚外状态 是这样 你要勉强说它叫做引爆 那当然也是啦 这个时候就开始 你又罪你的原配 也引爆了另外一个不一样东西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贪然没放开 因为你的贪然没放开 挺有的 你对情爱的贪然没放开 你知道吗 发生情爱的原因有哪一些 外在的表面 还有情感的彼此关系的理想的 这综合起来讲就是属于色相的 属于情感彼此关系的 再来内在自我感的这三大象 进行了我们的染碍感 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是当总统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我人生有价值 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嘛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自己建议的价值嘛 同样的 你找一个你爱的人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要过什么生活 我觉得跟我在一起 应该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这种想法 那有呢 那就是我的真命坚持 有没有 那是你本来就建构了你自己的价值 然后去找一个对应者 这是第一种 那么当你找到的时候 对方也不一定跟你接受 你也不一定马上就觉得他适合你 你们就开始突出一些讯息给对方 对方愿意就回应你 这一之后一来一去一来一往 有的快 快到一天 啊有的慢 慢三个月 三年 十年都可能 不一定 有没有 有的男女是哥们 但是慢慢的突然间发现 不能没有他 才默然醒来的电影 八点党长的研究 是不是这样 默然醒来说原来最去 我最爱的就是这个 这个谁谁谁 是早就在一起了 比如说这个意思 那不一定 因为他堆叠的结果 互相揣测的结果 心里头都在想的 搞不好是另外一个 摄像的东西 这第三个 造成你的业力 爱的业力的第三个原因是 你给摄爱 这外表 你外援男生才会爱女生的那个外表 不行 女生爱男生的外表是另外一种形式 安全感更重要的那个外表 它也是一种外表 你了解意思吗 那像这样子你就开始堆叠 堆叠 这就是业力形成的样态 再重新一试 你再继续地把过去为原 为基础 你在这一试 以摊爱为根本的核心 你用这三种标准 慢慢堆叠彼此的业力关系 这样听懂吗 你这样堆叠的结果 你就发现 这个是我真正要许要嫁的人 或者是我要投入的人 时间有多快多久呢 快的人有一叉那 好恐怖 你懂意思吗 有没有这种一叉那的 有 叫做什么 一见钟情的 也有 我跟你说一种情恐怖 但是就许一种人 就做这样 你不要说他冒险 因为他非 非机械性的业力关系 那也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 有一个情况 他要再次的堆叠 那就是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跟他过去的关系有关 跟他过去的约定有关 跟他过去的感情的 受伤害不伤害有关 我拿这个来比喻 让你知道 业力到底会不会 所谓的引爆 都不是一句话讲开的 都不是这样 都不是这样机械性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一定会引爆 发生一个大爆炸行为 都不是这样讲的 这样懂吗 那意思 你就会念这两种事实 一种就是业力大力引爆 某一些情况 我们可以描述它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所爱的人或我们自己 突然间有横祸离身 横祸在我身上 确实的 那个勉强讲 真的是爆了 有没有 真的是爆了 有这种情况 那我刚刚讲说 那个天雷勾地 我看到了就相爱了 这也算是一种爆 这个也是一种爆 可是你要知道 再怎么样子 它都有过去的因 它突然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你不知道而已 要发生这样之前 一定是你充满生命的各种 改变的机会 然而你没去做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 我们当年 今天长老的时候 长老都会跟我这样讲 你啊 任何修道人啊 不修道则理啊 要修道的话 他最先要做 就是 修忏悔 因为你一修道 你修的行 越加的想要了生死 你越对了生死有渴望 你越容易遭感业障 主委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叫做消业障 就是拆掉乙信 拆掉那个炸弹乙信 就叫做消业障 那为什么会越修行的人 越要这样做 我先举个例子 广化老儿上知道的举手 我要常提 因为他曾经一直跟我们讲 这个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军人中年军官退下来 来出家里 你要知道 我们的国家 我们军公教 这是最大宗教 军公教体系 这个军公教呢 基本上都在儒家的教育之下 所以军人也一样 他当年带兵的时候 到了乡间 那军人事实上 为要养活的这些军人 他会看到一群妻在那里 他其实是 他就跟他阿兵哥讲 来 半个小时之内 通通歼灭敌人 你懂吗 所谓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把那些鸡全部搞死 拿好家菜 他做过这样子 这里头已经犯杀戒 又犯盗戒 在某个意义上 理论上说军人不应该扰民 他又犯了军人的某一些标准 但是在那个作战之期 是不考虑这个 因为军人都养活了 对于所谓的国家义 国家价值就支撑不起来 所以两全相害群心 他就做这个命令 听说 听他告诉我们 老人家告诉我们说 他不只做过一次两次 这么大 好了 你看注意看 就这样发生着 然后他就开始 后来出家了就行了 没人告诉他 没人告诉他说 要采引戏这些事情 没人告诉他 家义做了什么事你知道 他突然间觉得 也不要突然间难 因为他是军人出身 他这个修行有一种 勇猛感 你懂吗 然后他又是中年出家 他有一种急迫感 勇猛加急迫 就让他 不是很仔细的准备 他就去闭门 尤其他的老师 他的师父 绿航长老 比他关系还高 是将军来出家 然后他又看到 他的老师 将军出家不打紧 百日念佛 闭关念佛 哇 好不得了啊 他想 我师父将军 然后出家做众运功 关起门来大盖一场 然后一出来之后 哇 金光相相随 千条 那三不拨条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那个什么 黄俊雄不带戏演的这样子 那么 他就太想要发落这个做法 现在我要告诉你说 引爆不引爆 怎么样让他不引爆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 我们一念用例子你就知道 这真实发生的啊 然后他就宣称说 他还要避体 生死净土完 他就真的 就立完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 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他念佛念佛 我每天念佛 十万生就跟他师父讲